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怎样做好一道客家烂乳炸鸡腿 做法简单,又好吃 首先,准备六只鸡腿 四半蒜,一粒鸡蛋 一块烂乳,加两茶匙烂乳汁 好,现在我们把鸡腿中间开两刀 前后,这样子做使鸡腿给它腌制更入味 接下来是蒜 把它拍烂 好,放在一旁备用 好,接下来我们把鸡腿腌制 下入四分一茶匙五香粉 一茶匙白糖 加入酸米 然后下入燃乳 把燃乳这也加进去 一茶匙麻油 加入一粒鸡蛋 然后下入两茶匙玉米淀粉 两茶匙玉米淀粉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好了,已经搅拌均匀了 现在放进去冰箱给它冷藏一小时 使它更入味 好了,鸡腿已经冷藏一小时了 好了,现在烧锅开油 锅中加入多点油 好,油已经热了 现在我们下入鸡腿 把油温调到去中小火 好,给它慢火去炸它 好,现在我们也把鸡腿给它翻拌一下 保持中小火 好了,鸡腿已经慢火炸它煮到十分钟了 现在我们把它取上来 现在我们把它取上来 然后再把油温升高 好了,油温已经升高了 现在我们再次把鸡腿放下油锅 给它大火炸它大约三十秒 好了 可以出锅了 好了,一道芳香碎玉的客家南鲁炸鸡腿做好了 无论味道和外观都是很好的 喜欢我的频道 就订阅,分享,按赞吧 谢谢大家